记者王兴瑜高雄报道,电影《斗鱼》由林柏睿及王靖分别饰演于浩吉小燕子与陆月琴、林辉煌及陈宏倩共同演出,开拍近两个月,所有演员将于本周杀青。 为了演出电影的剧众斗欧戏码,不止林柏睿小指骨折饰演豹哥小弟阿新的蔡哲文刚开拍就遭重拳攻击,剑血送一逢五针。 为了拍摄电影的动作戏码,男演员们特别接受武术指导的训练,没想到开拍舞打戏的第一颗镜头就见红。 林柏睿回忆,原本动作设计是要蔡哲文挨揍后往后倒,但受限空间改成往前倾,没想到动作一连贯下来造成蔡哲文来不及闪开。 林柏睿的重拳直接回到蔡哲文左眼上。 蔡哲文说,其实我当下不知道这么严重,但我就晕过去,感觉到大家围上来,手放开后且直接流出来。 当下林柏睿相当自责,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马上落泪。 回忆起这段往事,蔡哲文直接红了眼眶。 一反电影中的反派形象,电影版斗鱼将于本周杀青,多漫力提供。 蔡哲文左眼见血,多漫力提供。 电影版斗鱼将于本周杀青,多漫力提供。